火山爆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现象之一 它们在20亿年前的月球上或许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这些古代火山爆发的遗迹正帮助科学家们了解地球火山的难以预测的活动 我们研究月石烟石是因为它们包含一些非常特殊的东西 它们是在低重力环境下形成的 这改变了晶体和溶体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因此这样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地球重力作用下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基础 执行了六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号宇航员带回了近400公斤的月球岩石 超过2000个不同的样本 这个是阿波罗15号带回来的 阿波罗15号首次在月球表面驾驶漫游车 所以它们能够穿越更大的区域 所以这是来自一个火山地区就像夏威夷 美国航空航天局已经将其中18块岩石借给了英国的钻石光源 那是牛津附近的一个巨大的循环粒子加速器 这里电子被加速到接近光速 直到它们发出比太阳亮100亿倍的光 这使得科学家们可以利用X射线 对微小的样本进行极其细致的研究 让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窥见未来 目前我们正在面临火山学的断层 我们可以监测火山目前的情况 但很难预测未来 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资料可以参考 但是这些岩石包含了我们现在做决定所需的信息 而且我们要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也有助于揭示我们的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巨大的星云球 变成有围绕一颗恒星运行的多行星体组成的星系 拉皮迪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 那么本来是一个阳离合伧 וב�laus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 D